各位同学,大家好 目前在我们网路上参加这个七小时C体验的城市设计学习活动 有高中市的国民中学学生跟高中时的学生 各位报名了以后就是要到线上来学习 学习的步骤有从这里,我往下各位从西医院学习步骤再看一看领音,再看这个路往上看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就是要学生去完成 在标城市王分站,各位把它点下去,点下去跑到这里来的基础级 在题目分类里面的基础级,这里面有1到10级 国中生完成1到4,高中子完成1到10 当你完成以后,当你完成以后 我们会给各位一张节训证书 你们因为有报名,所以我们都知道各位在进行程式体解的过程 那高中子的学生是没有问题,因为教育部有派教授们到学校去辅导 那国中生呢,我们只希望各位进行自我学习 那自我学习,因为有学生会觉得好像很难,你不会 因为我们有把所有教学的影音通通录在这个地方 留在这里,这里总共的影音就是7小时 因为7小时只是你学,你还有一段时间是要自己发挥心神 那你最好买一本书 那再来呢,如果你真的不太会学,请各位进到这里来看 这里有一步一步往下走 西语言的学习步骤,第一个你要安装一个code block的环境 就按这里下载以后,安装它出现这个 第二个要找一本教材,先影音这个,这个大概有二三十页吧 先影音下来看 那最好是买一本书,因为我们这个影音 就是根据这一本书去录的 从第一单元到第十,应该我们会录到十四单元 再来呢,你就开始练习下着简单的程式 从那边下载以后解压,解压 那这里面都是很简单的题目 很简单的西语言的程式的题目 然后再来这边大概有一百个程式,你就慢慢解了 那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各位,对国中生来讲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参加 在高雄市每年十月底所举办的城市设计比赛 它是高中职城市设计比赛 但是有设普逸组给国中生 所以你就来参加 那报名不是个别报名,是从学校报名 各位留意这个讯息就好了 它大概每年九月会让大家报名 十月在护法中学比赛 会有功能到你们学校 你如果想参加,就跟你们老师讲 再讲一次后,我现在就说明一次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各位来解国中 解第一集到第四集 比如第一集就是这五题 一直到第四集,就是这五题 那高中职呢,我们希望你解到第十集 解到第十集到这里来 那题目呢,当然越来越越难 那么各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参加我们这一个七小时C体验的活动 各位都已经有报名了 所以我们知道,包括高中职、国中小都有了 国小没有,我们这边都有你们的资料 我们会在,你们都不必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完题目 有的话,我们会在差不多三月底 会印一个捷讯证书给各位 素德科大发的捷讯证书 那这个有什么用? 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 是让各位培养兴趣的 那这里面呢,其实因为我们是线上 我跟各位有一些有见面有见面有见面 就希望各位自我学习 因为没有人教你嘛 你就按这种方式,按部就搬来走 好,以上就是我的说明 希望各位从这里游架 这里呢,从西语言学习步骤 这边一步一步往下看 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有影音 那这边是分战的解题方法 这是我们报名七小时 西语言的主要公文 然后第一到五题 基础集的一到五题 我答案都在这里了 各位只要把它复制 复制,然后贴上去 大概就可以了 这个都是正确答案 好,以上祝各位学习愉快 也希望这一个活动对于未来 城市语言的学习会有帮助 谢谢